人之所以幸福,那是因为心态好 人之所以快乐,那是你因为不计较 人之所以知足,因为我们不攀比 人之所以感动,因为你拥有真情 朋友无需十全十美,真诚懂你就好 家人无需太近,牵挂就好 活着无需太富有,快乐就好 钱财无需太多,够花就好 房子无需太大,温馨就好 车子无需太豪华,平安就好 身体无需狂补,健康就好 穿衣无需名牌,和声就好 法门无需太多,适合就好 学佛无需贪求,虔诚就好 所以我们学佛做人在世间 凡事要顺其自然,处事要处之坦然 得意的时候要淡然,失意的时候要坦然 学会必是非之口,教悟道之人 因为学佛之后我们的心大了,把人间所有你过去认为的大事看得都小了 因为过去我们的心眼太小,所以在人间所有的小事我们都看得太大了 过去我们大事难当,总是在烦恼加痛苦当中 现在我们学佛了喜怒哀乐看得淡 从如不禁,懂得今天所得到的就是你的舍呀 所以拥有你的智慧,才是你这辈子修心成功的关键 人生活到八十,也就是匆匆的三万天 你恨的人也是看一次,少一次 你爱的人也是见一天,少一天 相识是缘,相逢是缘,相知也是缘 缘分来的时候像做梦一样 缘分失去的时候就像风一样的飘走了 所以只有学佛相信观世音菩萨放得下 你才能真正理解这世界的无常 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啊 我们人要学会广结善缘 在人间没有躲不过去的事情 只是你在攀缘,你不想随缘 不管是身体还是你的命运 不管是劫难还是缘分 学佛后,我们要明白 万缘只在你的一念之间啊 学会像菩萨一样 感悟人生,大悲无泪,大悟无言 大喜无声,大爱无疆啊 所以人生需要积累 走过的路要常回头看一看 你才能在懂得过去的得失和苦难当中 心得到升华 向前看,那是理想,是目标 向后看,那是结果要忏悔 人间有多少事情 如果我们当初能够停下来 回头看一看 可能你会做得更好 有多少人一辈子 如果能常回头看看 你过去做的事情 你可能会拥有自己当时想要拥有的一切 回头其实就会拥有前进的路 希望我们每一个佛子 心中要有佛 在家也是出家 心中无佛 出家也等于在家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 不懂装懂是聪明 装懂不懂是智慧 忍人所不能忍 方能为人之所不能为啊 学会生做好事 言说好话 心存好念 随缘人生 无处不在的自在 有智者是尽成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 感谢观看